活着 威士忌 and philosophy 这挺好的 活着 世界的本质是混沌 天呐 吓人呐 你选三个最喜欢的 你在威尔根斯坦 阿伦特有吗 阿伦特没看到 阿伦特没看到 佳缪你不是那么喜欢 是吧 佳缪很喜欢 他也是作家的 你好 你好 你是喜欢威士忌的 我喝威士忌 对 还是有点饿 觉得 这有吃的吗 这里面 吃的可以叫 你今天对着这群人什么感觉 天天看着他们 我说这个回答不了的 我让他回答 这个很好 对 九神跟太阳神 你觉得在现在的中国 你期望一个哲学家扮演什么角色 就是 就喝喝酒会饮一下 还是能 即使我个人觉得是没有答案的 就是 就我们家哲学家从政也好 理想国也好 到现在这个时代的话 我对哲学回来的一大部分原因就是 现在的人的这个精神疾病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人会栖息 会找到一个比如说 对心理问题的一个安危啊 或者找精神层面了 前几个月他们那个 不断的那个招生的 嗯 所以现在的哲学是他们 很时髦是吧 很时髦 又回了 这是个信号 我们现在就是说 这股潮流 您自己是什么时候感觉到 比较明显的出现呢 我觉得就是 就这几年 我也感觉到这几年 就是说 你那个竞生啊 通过职场的竞生 通过成功学所取诺的那些回报 当他这些方面特别打折扣 意义的问题就特别彰显 彰显以后就会有这个需求 我觉得和80年代不一样的是 80年代也看这些东西 当时是因为人的物质欲望没有被满足 甚至也没被激发出来 对 所以那时候呢 读过大学的人 他会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 嗯 你想你上大学的时候 等于是中国经过一个巨大的混乱时期 对 突然开放之后 然后那时候其实很强的意义危机 对 需要读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 对 那时候学生相对来说单纯 嗯 他仍然认为这个 嗯 把学业做好这件事情是挺重要的 而且你的就业好像跟你的 学的专业有有关系 所以呢 学生比较听老实话 嗯 相对来说比现在 更集中精力在自己的学业上 嗯 那现在现在阶段就是孩子会心愿意嘛 嗯 到了二年级过了以后 三年就开始说我要找实习机会 嗯 如果我晚了 好的工作可能就没有了 我要发展人脉 嗯 这些就比较 嗯 这个倾向越来越强 到了四年级 基本上就没课了 就全在外面找实习 嗯 我就觉得 一个是 对未来就业那个紧迫性 然后生活的那个压力的那个焦虑感 其实就是期待和现实的这个落差比较大 对 其实是可有时候会跟他们交流会看到一种很矛盾的现象 其实一方面他们不会有那种真正的匮乏或者贫困感 就是他不会掉到生活那些下面 对对对 因为你有父母或者这个周围环境支撑 对对对 但是他们有强烈的匮乏感 对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评级过 嗯 以前我们到那个饭店去要张餐厅室 一二三三个人给你三张 然后现在那个你去麦当劳打工的那个学生 你说三年他怕给你一打 他说从来没有那么想过这个事 所以那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生活 童年少年生活感受 养成了你对生活的那个说 基本生存标准和我们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生活的需求的压力 就在你的感受上增长 其实你在客观的可能生物需求上 你更容易满足 其实非常容易满足 嗯 然后呢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需求增长了 但是呢满足这个需求的供应方 比如好的他认为decent 嗯 达到那个生存标准 供应方又不够 然后这个落差如果能解决呢 就有一段时间认为是能解决的 就是说你这个焦虑是通过你增长知识 你努力嗯 嗯去进修嗯 这个是大概很短暂 我觉得三三年四年 嗯 然后发现你再怎么努力 因为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 就经济如果是比较平凡的增长的话 它能容大的那个社会流动的空间就这么大 嗯 然后就 就沮丧 沮丧里面就会有躺平啊之类之类之类的 然后就会想这些 比较行而上的问题 就哲学的指出来了 但是这些东西会产生一个新的 比如说思想的意义的时代吗 当这个不满 基于更多的时候 或者之前的轨道已经要错位了 对不知道 我现在也在观察在 在我体会到是说 他们有一个很强的呃 愿望或者倾向是要 重新获得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 所以他们调查统计 就95后02 不喜欢团建 你你你上班上班就是你你别别烦我 然后什么团建啊团队 你说保守主义 我们应该讲community对不对 共同体建设我们团建 然后大家增加感觉 别你你我我就愿意一个人带 我懒着也可以 我躺着那也可以 然后我我跟我的宠物共处也可以 但因为在这个世界里 我自己是能完全把控的 这是我获得了一点安定感 然后我我感到我我的 我的存在是真实的是持续 这样他还可以讲出一个关于自我的故事 我需要我的那个小空间是可掌握的 是可预测的 是然后自己在里面想有自由 对这种这种控制欲 就某种意义上可能意味着 他们是觉得自己 生活在更加异化的世界 这是柏林奖的消极自由 这个呢是一个有意思的变化 你说他他也也不是激进也不是保守 然后你会感到当下一直是处在一个 好像待定的转折的 但是往哪走你不知道 嗯 然后你会发现突然整个经济环境 中美关系影响你的命运的要素变量 越来越多 有些是你根本无从理解的 更不用说把握他 他是远方的 他未经你同意 就支配了你影响了你 所以我也可以叫做远方的暴政 每个人都多多少有种失控感 嗯 一定是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智力 才能解决 就是你必须有一个视角 是说 就像我们在 我们在这不能考虑说 上海 我们上海人怎么样 我们江苏人 我们 我们辽宁人 怎么样 就是我们中国 那么你再进一步 你肯定就考虑我们 我们地球 我们人类 你必须要有一个人类内部的视角 来看这些事情 然后要想他的结构是怎么办 以前有联合国啊 这都是机制 也不是完全真正的丛林世界 但是还不够 对于一个这么紧密相互依赖的世界 对于那么多远方的变量 可以影响每个人命运的这个时代 这远远不够 嗯 所以我们需要的一个世界秩序 和我们每个人现在的这个不安 在这个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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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形成一个特别强的反差 你是存在这么一个更高的世界性的秩序 不知道 嗯 这是一个我们 是不是我们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 我后来也有一点探测 我说你当 当时真的是 那么 其实我觉得他们有一点负担 是因为家庭出生不那么好 嗯 我我母亲特别是是住在那种茂名路 欢海路那种地方洋房里 所以他们要用自己的革命行动来洗刷自己 要更要表现的革命才会 对对对对 身份的胶着 我觉得是有这个 嗯 我妈妈她是上海广播合唱团 她唱女高音部的 她就去了西宁示范圈做音乐老师 我们家就住在那个学校里 那时候家属楼是在学校里边的 嗯 周围都是老师 有中科院的 呃 北航的 他们都是志愿边疆去的 有的是志愿 后来我知道了 其实有一些是右派 我就等于发配过去 发配过去 我开始不能分辨 就有些人特别谦卑特别低 我爸爸妈妈说你别问你小孩子不懂这些事情 嗯 嗯 楼上有一个老师 有一天晚上就是非常大声 嗯 我就偷听去谈 后来他打开门看 我说你在干什么 嗯 他说是叫朗诵 嗯 这是写的什么 这是马亚科夫自己的诗 哈哈 哎呦我觉得好酷 这个马亚科夫自己就是 这名字这么长 对 他说中国有一个诗人叫贺静之 嗯就是跟着他的风格学了 嗯 后来有一天广播里 我听到贺静之的诗叫雷锋之歌 嗯 这一向来 就假如我还不存在人世上出身 嗯 就在哪哪里才能开始 就是有存在论的那个东西 嗯 那是第一次我被诗歌打动 哎对于 其实对他们来说那是流放地啊 嗯 他们是一群被流放的来的人 对但他们不知道这个时代什么时候结束 会结束哈 这个经历其实 影响我非常大啊 现实生活世界呢它是有背景的 那些背景呢 你没有完全的概念 你是没有把握的 你不能把握它 但你只有概念呢 你会跟 你有一个跟这个现实世界的不接 对 所以到了上海以后 一直不是特别喜欢自己的专业 但我专业还读得蛮好 本科毕业的时候 就是专业是就是分数是第一 然后就读了研究生 那一方面一直是在作家 画戏剧啊 演讲啊 这些圈子里 在寻找自己的那个热情 就没被满足那一面 嗯 嗯 你现在回起来 回到上海上学 当时因为正是气氛变化非常之大 对 你比如说十几岁小朋友很敏感吗 对这个变化 非常非常 嗯 对 我不知道你看到那种 用高速摄影机拍的花绽放 嗯 你就是在一两年内看到人的衣着就开始变化 嗯 以前都是蓝的都蓝蚂蚁 对蓝 那上海人有的时候会用一个小围巾修饰啊 嗯 有的时候口袋里放很快手帕啊 这种要精致的那种生活 嗯 那后来就越来越所谓阳气就就开始出来了 嗯 学校里那时候 哪怕是一个理工科学校那时候有各种各样讲座讨论会 有一个公共领域是 是 那时候特别饱满 我找到一个东西给你 嗯 嗯 都在上海戏剧 这几期啊 这一期 你们四个人的发言 哦 你记得吧 对对对 天哪 我们实验了什么 87年 87年 2月对 嗯 哈哈哈哈 张昭已经去世了 他是 哇 开始在光线传媒 后来是到了乐视 他乐视你知道很糟糕吗 对对对 哦 他需要乐视 那这个谁呢 陶俊是陶俊是在上海 他电视台 嗯 刘洋是特别是在北京 是变成是一个 就参加中国不高兴 那那帮人里面的 哦 真的 哈哈哈哈 有的时候 以前有个电影叫大浪逃杀 嗯 是讲五四那代人 就四个人 嗯 最后大家走了各种各种不同的道路 有点像那种感觉 对对 就是我我会对艺术的东西有兴趣 嗯 但是也对 也对就是说你怎么样很深的 用理性论述理性探索 就找到好像比较深的那个学术有 所以一直是彷徨徘徊 嗯 激动有的时候焦虑迷茫 都是这样 嗯 最后就觉得我们这一代人 嗯 就是整个你说从文革结束 76年改革开放启动 整个生涯 就是中国这后四十多年的历史 就是你要穷究这些事情 就会问问什么 然后后来我觉得是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你也知道学术训练 它是帮你进入一个正轨的所谓 你有一个眼光 有一个判断 但在很多领域里你是要不断学习 96年第一次回来的是 因为又发生 你这五年又发生挺大的变化的 整个的气氛啊 人的反应啊 过去的朋友们的选择 那时候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 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大概99年 嗯 就那时候就有互联网了 嗯 我写了文章 然后就发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 讨论 好像就是那个所谓 八十年的启蒙共事 就在那时候终结了 嗯 或者慢慢就衰落了 嗯 然后这也是很好的事情 就是说 其实 我记得在八十年代那时候 你看编的那个文化中卫士 你说海德哥尔 嗯 像马尔库塞那些 其实已经在对现代性有反思了 嗯 但是那时候好像很超前 就是跟我们是没感觉的 嗯 因为我们好像还在评级当中 还消费主义 哪来消费主义 嗯 就是我我发现我那时候读 读那个马尔库塞 就什么单面人啊 什么 就读都觉得fancy 但是根本跟自己没关系 现在跟孩子 我是在课上讲 你就是有切腹之痛的 你就是真是有感觉 所以就中国确实在一个 在一个很强的意义上 进入了一个现代 嗯 这种浓缩感 就经验 生活经验的浓缩感 历史界浓缩感 其实在全世界范围里面 都是很罕见的 对 或者你什么时候意识到 这种罕见的经验 可能是这代人做学术也好 或做不同的行业也好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是 因为之前可能都认为是劣势 因为你觉得受的教育不够 对 是汇乏 我什么时候觉得这种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形成问题意识 会关心很宏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叫聚生认知吧 那种清神感受 还是更容易让你获得历史感 获得历史感其实是比较的事 比较就是有时间上的和空间上的 其实没有比较是没有任何事业的 我们大概就经历了这个时空的那种比较的 看到那种变化 也看到一个时代它的特径性的相对性 因为你经过变迁以后 你就不会想当然说这个东西它就会永远下去 都想当然的 对 所以说像我们这台 包括你们七零后 甚至八零后的早期 你们是享受那个改革开放 特别快的那个红利的 对 就是说我们了 老人这些 而且稀里糊涂的就享受到了 对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一下子就是空间特别大 然后你的向上流动就可能性 他们现在就更难一点 那时候的励志的那些口号 你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就更大概率的可以实现 现在更大概率的是变成一个 别人的罕见的特例 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 有没有到顶峰 对 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复杂的困难 很多挑战的时代 现在的很多社会年轻人感到的那种 不适或者矛盾或者困扰 就是那个假期结束了 是假日综合症 你开始是不接受 但是这才是真相 不急的 还要把手撞也捅了 是 自顾香的会不是第二个一张 这只顾香的也就掉一张 这个顾香的也就是第二张 这个顾香的也就是第二张 还有一个人 就第二张 还有一个人 当中的顾香的也就是第二张 也就是第二张 很 near 一张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音乐 不是, 音乐 , 。 音乐 。 音乐 。 其实, 故乡这个词, 你仔细琐摸, 就是因为你离开才会有。 你不离开是不知道没有故乡的概念的, 就是就是你家乡。 所以人只是只有在离别回返这个当中才会有什么故乡的情节啊 nostalgia 这些东西 现在想你说在美国开车的时候听Dolshack 包括那个12年那个就是相对孤单的时光嘛 对你的这种塑造是什么呢 它是另一个formative years 对对对reformative 就是逼迫你要适应安静 长时间的安静 独自的劳作和思考 然后迫使你爱上这样一种状态 因为它还是有对你的奖赏 那个reward就是你智信党的发展 然后你得到了新的洞见 这个是一个塑造 也可能是因为那时候你没有更多的选择 所以你必须心无旁骛 就是一条黑道走到底 有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太容易潜藏则止 就是这个事实不喜欢就退回了 事实不喜欢 有些事情呢你是要经过挺长时间才能尝试出自己到底喜欢不喜欢 需要经过那些阶段 那些阶段 有的时候好像是并不是那么自愿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是有真正的 你知道我们2018年暑假 我们全家去欧洲旅行 七个国家吧 就全是开车自驾 就是也就是那个租车行就给两个XC60吧大概是 非常喜欢 它那种特别恰当 那种分寸感特别好 就是你要特别强启动的时候 它的power is in there 然后它又特别稳 所以就是就是沉稳 它那个分寸感特别好 也就是做人也是一样 就是你你到最后知道什么事情是恰当这点 其实理论是解决不了 这种恰当是经过无数次过了之后 crossline之后慢慢找到的 对对对对 那你那你怀念那种说 激烈那种分寸不清的 但是很有力量 并不是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那么害怕衰老 我觉得年轻的机型有的时候是特别浪费的 特别浪费 就是说lead to you nowhere 没有目的的燃烧 对 现在也不是特别有功力性 但是你有一种沉着在那边 其实成年是需要阅历的 早会代替不了阅历 有人说那个知道这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是因为那些道理并不是你自己的道理 你变成自己的道理一定要经过阅历 我阅历里面大概教训多于经验吧 需要阅历需要修炼 这种也给人有安全感 对 世界主义肯定对我们这几代人都很非常的有诱惑 就是你所谓的新世界主义 就这个干净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个呢最早其实它是来自一个 对专业学者常识 就是身份的建构性 你的identity 并不是说就是一直如此的 那一般人不太会理解 就是一般会说 我的身上流着什么是血液 我有一个悉宁的基因或者怎么样 那这只是比喻的说法 因为只有生物的基因 才是可以无条件的承传下来 在文化上是没有基因的 你任何文化的基因 它是要经过制度实践要习得的 它不能自然的遗传下来 要becoming 要becoming 对 但是其实建构是在关系上的东西 就是说只有我们发现彼此 我们彼此碰碰撞 你才能够建构 否则你建构自己的资源在哪 当一个人我们说 我的需求我的欲望 我自己的意愿 其实是生生不息的在跟外部的 相互的互动之间来建构的 我们个人是如此 文化也是如此 这个概念有了以后 它叫克服的第一点 就是本文明中心主义 华夏中心主义也好 欧洲中心主义也好 遭遇 文明之间相互遭遇 像人之间相互遭遇 Encounter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文化上的本体论事实 没有遭遇就没有文化 你没有文化的任何变迁发展 但遭遇意味着你的边界是 永远是临时性的 你在任何一刻 我们的边界 地理的边界 人口的人员的边界 物资的边界 信息关键的边界 都是明确的 但是你稍微放了长程一点看 那个边界都是临时的展示 它是可以被改写 可以被模糊化 有的时候可以被打破重建的 否则的话 现在全世界应该是千万个小部落 如果我们都得见 那个边界从来都是不变的话 但人本来就是有那种 强烈的两面性嘛 有时候又是模糊的 又是不断建构的 变动的 它又渴望稳定的 恒定的 我跟你不一样的 这种力量就同样也非常大 但它在一个好的秩序里面 两个都能够满足 就是我们又是一体的 但是它不应该是一个特别紧密的 然后你可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 相对熟悉的 安静的 但是你仍然是跟人家可以有交往 这是一个人类力量 不是说大家变成一个同质化的文明了 对 现在的困难是太紧的联系在一起 要处理东西太过于复杂 而且牵涉的变量太多 会复杂 非常复杂 当你看到 有些过去十多年 我们这种社会达国主义 如此之 越远越胜 这种感受是一个 我会震惊 它是 我不说反中国 它是背离中国 一个文明传统 美美与共各美其美 这些传统 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现在一部分年轻的mentality 在这个意义上 是非中国的 因为他第一个相信强力实力 相信power 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 相信弱弱强势 这个想法是非常西方的 是已经过时了的西方 西方当然现在还会有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至少在学界文化界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比喻的批判的东西 尤其是对达尔文的一个误解 达尔文是说 有一个Darfin Fitness 是适者生存 不是强者生存 不是那个power strength 我们还是很多人相信 就是相信我足够强 我就能碾压你 我足够强就把你 你如果说你是中国人 你中国文明当中最理想的 最高的那个美好的东西 你就放弃了 你最后赢你可能变成了一个 反而是一个西方十九世纪野蛮的 一种文明的再登场 这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吗 我不认为是 但是这是可以引导的 我们这样讲 就职场上的这些 就完全那种残酷竞争的逻辑 它可能在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管用的 在现在不work 在现在这个时代 至少局部的 在许多人那里 它觉得不起作用 所以它可能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存逻辑 当然知道你会说我太天真菜 或者太理想 但是你先去问问 特别现实主义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吃得开吗 我用一个现实主义的标准评谈你 无论你当同学当同事 我们对于那种特别巧于心计 斤斤计较的人 不择手段弱柔强势的人 他在哪个行业里 他在哪个小区里是特别吃得开的 他是不是会感到很多很多挫折 你去问 所以这才是你反思的起点 不是说你现实过得很好 我说哎呀人要理想啊 就像我们领导人说的 就是说 斗则两伤 何则两立 这个在一部分 这个道理 它正在成为世界的现实 它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的规范逻辑 而不是空中楼阁 用罗尔斯的话说 我们提的这个vision 这样一套 叫realistic utopia 是现实主义的托邦 它是有实践可行性的 要不然我们干 我们在做梦嘛 对那些看起来 每一步都很理性的人 最后变成一个非常非理性的一个举动 对 对 有的时候那个争论斗争是必要的 但是你要明确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如果认为现在美国过去或者美国主导的那个世界秩序不够公平 那么我们应该让它更公平 如果它的单方智力是不够的 中国是要跟他们一起合作 让这个世界更好更讲道理 我是比较认同这样的前景的 虽然悲观的人比较深刻 这是福山最爱说的 悲观人显得深刻 对悲观人显得深刻 悲观的那个证据很多 对 小证据很多 但是不知道 这个当然是不知道 这里边我觉得知识和信念的因素都有 我们确实不能从过去推断未来 但是你从未来来猜测未来你是更不可靠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时代 你相信施米特 相信那个冲撞的那个 冲撞的敌我之间 施米特当然深刻 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说 我们明明知道人性有这么复杂 特别有这么的暗面 尽管如此 你相信人类会斗争会厮杀 难道比相信人类可以共存和平相处 更深刻吗 这是靠谱没有这句话 我觉得这词有时候挺让人迷惑的 因为以赛博林不是写那个论自由里面 辨析那个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他有一点是特别重要 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讲 我们特别约束自己 反而是朝向自由 是那种自律 康德意义上的做自己的主人 就是积极自由 还有消极自由就是你别管我 我自己愿意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麻烦在于呢 这两种自由都会被滥用 我们知道消极自由滥用就是你最后 你自己放任了放纵了 然后一塌糊涂 积极自由也会被滥用 是有自由的名义在压制你 自由是可以有的时候是受约束的 比如说战争的时候 安全秩序比自由重要 你就说这时候我们需要付出一点自由来换取 换取安全换取秩序 但你不要说 这没有压印的自由 我们是为了更高的自由 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他认为这一套东西就是所谓概念魔术 他要他说特别警惕这个 我这个他是真正的动静 大家在996和躺平之间摇摆 这叫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间的斗争 真正能躺平我觉得是很高的经济 很难 真正能躺平的人 你都不知道他在躺平 他不宣言 我躺平了 这是一个宣言 你怎么躺平的 你还有趴着躺 还是养着躺 还是什么 还是撒娇 对